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张台生 我们这集要讨论的还是OG健保 上个礼拜如果您没有看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到网络上面打进YouTube里面 去search天下纵横谈 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在上一集 已经讨论了很多OG健保上路以后 因为它的网站发生问题 所以引发出来的问题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因应 而今天我们持续地要探讨 很多有关于年轻人 中低收入 高收入等等 他们所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今天我们一样很高兴地在现场 请到了两位在社区里面 对于这个问题非常了解的知名人士 来跟你一起分析 首先介绍我左手边的 角身中心的总干事主任 李伟强牧师 李伟强牧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李伟强牧师 我们是角身的总监 那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社区中心 也有一个医疗中心 特别为华人来服务 我们也都是讲广东话 我叫李伟强牧师 是角身的 所以虽然这个节目是国语 但是我们来到我们当中 有国语 也都有广东话的 是的 那么在我右手边 是保险业界的重量级人物 张国新总裁 国新兄你好 欢迎来先上节目 所有的天下纵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星保险的张国新 Kenny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顺利地 申请到健康保险 是 在我们继续地讨论 剖析欧际健保各项问题 以及如何因应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资料 尽管健保市场网站 开通后出现诸多电脑故障 导致欧际健保备受批评和争议 但专家指出 部分中产阶级的健保费将大幅升高 可能成为欧际健保的最大伤害 加州Anthem蓝石资汇会会长 帕姆·克哈里表示 加州中产阶级的保费 平均提高了30% 一名年轻妇女抱怨道 健保法导致她的保费 约增加了50% 一直表示支持健保法案的民众 到头来却发现 自己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 加州兰顿保险公司上月发出通知 表示11万9千人的健保计划 不符合联邦政府的新规定 兰顿公司认为 这些为自己买健保的中产阶级 在改用新健保计划后 三分之二的民众将面临保费提高 不过中产阶级增加的保费 是为了弥补重患病者和穷人的医疗费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健保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克明斯基表示 健保法案虽然使得部分人的利益受损 不过也使得部分人得益 有专家指出 由于持有不付费医疗补助计划的低收入者 大量申请加入欧际健保 这样势必会拖垮欧际健保 欧际健保上路后 还将面临多少隐忧 请关注接下来的天下总监谈 欢迎回来 我们前面讨论过很多 有关于所谓持白卡的人 他们大量地去申请 结果造成了这个系统 可能有很大的负担 于是第一夫人Michelle 就特别呼吁很多年轻人 说你们得要加入这个健保 这个系统才能够维持平衡 但是有些年轻人加入了以后 又发现他的健保费用可能提高了 那我不晓得这个问题 郭欣兄你怎么看 曾经有一句话 30岁以前的人 如果说他不是民主党 他是没良心的人 可是30岁以后还是民主党 他是没有脑筋的人 这句话 希望民主党不要生气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这一次的全民健保 影响到最大的一个族群 就是在3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他的保费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中低收入的 你是一个高收入者的话 你的保费很可能不是涨30% 涨多少 猜猜看 60% 错 涨三倍 三倍啊 涨三倍 OK 那也就是说 你原来你可能付60块 70块 80块就会买到健康保险 可能现在是200块 220块 250块你才能买 同样的健康保险 没有升级 OK 就是要说 这非台湾就非机票好了 同样的经济仓 从800涨到2000 OK 请问你是笑 还是你是哭 我不晓得如果你 我觉得我们要分开 年轻人其实有两种 如果他是在 这个 这个是Covered California 如果他的收入的年收入是少于 45,900块 就是大概46,000了 是400个percent平用线的时候 他其实还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他的这个保金上限 上限个人是364块 那当然对某一些的年轻人 他一出来已经很高薪水了 那他的保险费会贵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年轻人会病吗 可能病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他的比如说发生意外等等 每一个人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去买七千保险好了 我们买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哪一个最便宜 结果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 就发觉不够了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买那种 Deductible 三千块 五千块 Deductible的那种 他根本就平常不敢 或者不愿意去看医生 因为基本上要自己淘妖宝 那我们过去亲眼看过不少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保险 会买那些 Deductible很高的保险 平常根本不做体检 平常小病的时候 也不敢去看医生 结果真的很不舒服 去看医生 已经是癌症的第三期 第四期 最为末期 已经太晚了 对 钱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这个我们基本自己的保障是需要 在美国这个社会 医学最高峰 但是很多人 还是因为经济 买不到保险 甚至有一些人 是因为不愿意花钱 他不是没钱 他不愿意花钱 买不到保险 以致引起将来真的生病的时候 产生很大的后果 这个我们也需要考虑的 是 因此你刚刚问我说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 那我是觉得碰到那个364块年轻人 我真的哭笑不得 对 所以说今天就是一句话 谁叫你不够穷 可是我还是宁愿多赚点钱算了 因为谁叫你不够穷 担心的事情心想事成 你本来不是那么穷的人 可是你就想要去占这个便宜 而且心想事成怎么办 真的把你给想穷了 跟你今天真的心想说 我今天积极的工作努力 多加点班 多赚点钱 这也是把收入提高 也是心想事成 如果说今天你想你是比尔盖茨 那你今天也不要想说 你收入只是4万5万 你如果赚到40万50万 而你创业成功 可能负责保险费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了 可是真的就怕你是高不成 低不就 然后大部分的人都在那个 就是被 penalty 我们很多电视前面的观众 中国人都很努力很勤奋 都想办法赚钱 都想存钱 可是今天看到这个保险费 这样子上涨 而我们真的又不去拿 社会福利的时候 那保费真的就是变成 一个很大的负担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Cover California 已经它的上限是400% 一家四口的话 只要它的年收入少于 9万5 大概9万5千块吧 它已经可以qualify 进去这个Cover California 所以这个也不算是 高不成低不周 那么我想现在大家看 在欧美这个社会 美国的税收是最便宜的 相对来讲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习惯很便宜 什么都很便宜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整个考量 我们需要多花一点钱 有能力的话你就多付一点 没能力的话就少付一点 李牧师的想法了 刚才我们跟欧洲比起来 他们收75%的税 我们是比较仁慈一点 我们对富人现在收税 大概在加州只收到58% 快60% 也就是说今天你赚100块钱 如果你是一个名医好了 赚100万收入 你别以为他赚100万 很高哦 100万可能收税 以前拿到60万 他只剩40万 他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服务那么多人 可是他放到口袋里面 跟一个赚50万的人比起来 他可能也赚不了多少钱 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说这个税率 真的到了50几个%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是已经超过 很多人的想象了 我知道我们目前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税率的问题 对一个100万的人 100万收入的人来讲 他一个月 我管他是1000块的保费 也是相对来讲 不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 我并不是说 这个民主党队还是共和党队 目前来讲 既然国家的这个法律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配合 或者我们需要从自己的方面来看 因为实在过去很多人 他明明有钱的 很多我认识很多 老板他自己 没有老板他自己不买健保 他员工买 买给他们 为什么你没有健保 请不到人 好了老板我就省钱了 买就不买保险 那当然有的时候 这个保险也太贵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计划 也是一个新的转变 我觉得整个全民健保的精益在这里 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好像所有的新的法律 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磨合期 将来有怎么转变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边做非常多的 团体健康保险 现在过去是 我们很多员工会拜托 老板我们公司有没有健康保险 现在反过来了 老板可不可以cancel我的健康保险 因为他可以自己去 因为公司给了你健康保险 如果公司付你太好了 你不能够去买这个 卡法卡的福利亚东西 你就拿不到政府的补助 你如果说今天 往往说以前认为 我家一家四口去买保险 四个人 保费是不是因为人数多 是保费会贵 现在正好脑袋要转移架 要转移转移架 因为你原来如果是公司给了你 你家只有三个人没有保险 对不对 现在可能你三个人去买保险的时候 拿到补助比较少 加了我进来 重量级的一进来以后 你保费反而低了 所以说这现在很多员工 跑去跟老板讲说 老板可不可以把保险cancel掉 可不可以公司不要给我保险 可不可以给我70%补助 给我60%补助就好了 好的那么在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保险 我想应该告一个段落 有没有很多其他话题 那么但是呢 在我们要结束这个话题之前呢 想再问两位以下 你们认为年轻人应不应该要 去加入OG健保 任何人都需要加入保险 任何都需要 如果说不买保险危险 是 你呢 要买保险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买的话 要扣钱 那明年是95块 95块很少 但是或者是1% 就是1%你的零收入 所以如果你100万的话 你的罚款是1万块 那么后年是怎么样 后年会越来越多 350块或者是2% 那2016年是更高的钱 更高 跟2.5% 所以无论如何 你还是得要去买保险 那么刚才台湾年轻人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谈一谈 中高收入的人怎么办 中高收入的人很简单 他有好多种不同的choice了 第一个是你买个人的房子 office change 什么东西都不问 你只要收拾给他们 就进去买了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是中低收入 当然是有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solution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中高收入 自己有做生意的话 可以再比较一下 可能往往你用团体健康保险来买 又比你用个人健康保险来买 省很多保险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要找你的专业经济 帮你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比较 你会找到对你来讲最适合的东西 那但是也有人批评说是 这一次的OG健保 使得一些中产阶级的人 他们的负担增加了 您怎么看 目前法律这样定了 提高我们也没办法 不过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你的公司 是否可以透过Cover California 买一个shop的program 或者是老公在公司宝 小孩跟太太 透过Cover California 就透过不同的方法 我觉得你最好是了解整个program 看看怎么样是最划得来 好的 非常谢谢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 包括像是海外保险的问题 包括像是到底以后医生 还够不够了等等这一些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地为您探讨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 是跟OG健保有关 新的政策一定有新的状况 有新的问题 当然也应该有新的解决办法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 如果您刚才没看到 想要看的话 建议您到YouTube 去打入天下纵横谈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在那可以经常地 你可以反复地看 两位专家讲的都非常的有道理 接下来相信您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人说 OG健保实施以后不了多久 我们全美国包括加州 医生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那我晓得李牧师 你们那边是也有提供一些医生服务的 那你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其实现在整个医疗的制度是怎样 真的很多的医生 也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的赚的钱会比较少 甚至可能要亏本 所以有一些要退休等等 提脚退休等等 现在整个医疗的服务 基本上我们这个怎么形容 这个叫普及化 什么叫普及化 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医生 但是并不是能够找到最顶尖的医生 那很多现在很多你要去看医生的话 特别你拿到白卡或怎么样 你看的不是医生 叫做physician assistant 一个助理的医生 或者是NP Nurse practitioner 他的来看 那如果 你是说现在还是 现在都已经整个趋势这样 为了节省开支 你说这个医生够资格吗 够 特别的病患 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看全美国的医疗费用 平均来讲比整个世界都高 不过全美国的健康水平 个人健康水平并不是最高 对很多人拿到最顶尖的医疗 但是大部分人连基本的医疗都没有 现在整个Obamacare的改变 我并不是说它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事实 这个整个医疗会变成普及化 那像您刚刚提到那个眼科医生 辛苦工作四个小时 然后拿到八块钱 我想他恐怕很失望吧 当然了 如果说不要说他失望 如果说我去扫厕所好了 我可能赚的钱都不止八块钱 尤其是我做大业班的话 所以说这些很多制度的部分 刚才有讲过 实际上面呢 过去如果在洛杉矶地区来讲 可能十年以前 我们还有很多社区的卫生所 然后那地方有provide很多医生 很多护士 可是因为budget的关系 一直关关关关 关到现在 就像说绞生这样子的社会福利机构 而且有那么多善心人士在后面支持 才能够让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以及这医疗中心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他们真的不是靠那个八块钱 五块钱这样再过日子 他们是经过那么多人support 那好 现在这种机构多不多 说实话不多 在洛杉矶地区 找不到几个这样子的地方 但有那么多人进入了白卡这个系统 然后再加上我们试问一下 您所看的家庭医生 或您所认识的专科医生 有几位是40岁以下的 我们在Saint Gamer Valley 在Montry Park去看一看好了 所有的医生大概有一点名气的 你可以相信的 很少都40岁以上 说50几岁 靠近60岁了 我的医生比我年纪还大 是的 那如果说这些医生 现在新的健保法规定 他们所有的data 不准再用手写了 全部要Electronic 跟保险公司 跟这政府单位去联络 那是一笔投资 再加上让一些年纪到了60岁的人 再去学电脑 怎么样去使用操作 很多人说那我就提早退休吧 但如果说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在那方 勾引他 移诱他 他可能说拼老命 再做几年 可是知道前面 再看下去都是看一些我拿不到钱的 而且都是一些比较病重的这些客人 因为未来这三年里面 所近来所看到的很多病人 都是过去是可能买不到保险 看不到医生的这些病情比较复杂 他说可能碰到的风险会比较高 如果说生物会减少 东西要学新的 这个那个种种的因素的话 请问你的子女 你60岁了 你的子女是不是差不多30岁了 有的人已经接棒了 已经做事了 都会说爸爸不要那么辛苦了 退休了 你也该 所以说这个数字 不管正不正确 是一个警钟 也就是说美国医师学会 我们看过一个报告 大概有70几个percent的医生 准备在未来三年到五年里面 陆陆续续退休 医生少70几个percent 那可是病人增加了 多少个percent 那一个反差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好好地保养你自己的身体 而且现在这一分钟 还来得及 找几个好朋友 大大麻将 可是那些人都一定要是医生 要跟这些人建立好的关系 还有一种人更惨 叫会计师 会计师也很惨 以前报税就是报你的税 跟你健康有什么关系 现在呢 所有的会计师帮你报 到这个2015年2014年报税的时候 还必须问你说你的收入 然后这样子你拿这个社会福利 对还是不对 每一个人他可能都多花20分钟到30分钟 可是请问他charge你的费用 原来可能charge你50块钱 因为多跟你讲几句话 他charge你100块钱 你一定把他给骂死或把他fire掉 所以很多会计师说 我们也是受害的那一群 所以被以为医生医院什么是受害的 会计师也是受害人 也是受害人 对 所以我想讲绞生 你们这样的机构 看到这个趋势 医生会越来越少 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协助一下 其实我们也在想 目前来讲 我们ObamaCare 2014年实践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整个方向是这样子 所以坦白来讲 我们也是在观望的态度 在摸索 看将来怎么样 那我想每一个制度开始的时候 都会混乱 慢慢会磨合 最初HMO 最初什么Party 这个Medicare 都很混乱 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种的磨合 然后每一个制度的改变 一定有赢的 有输的 很明显 很多专科的医生是输了 因为他收的钱会比较少 但是 很多的民众以前没能力有保险的 他们是赢了 我相信保险公司也赢了 因为你突然间很多客人 保险公司是大输家 为什么呢 今天你如果说做生意赚钱 赚到了 多赚了一分钱 退 最后两块钱 退 而且还会被别人骂 说你怎么那么黑的良心 所以保险公司是用很大的volume 在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要需要天下太平 有博力多凶 如果今天有天灾人祸 有大的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赔掉的钱是你的本钱 赚的钱通常要还 请问你要不要投资 所以如果说你走上有这种股票的 赶快卖一卖 你觉得保险公司帮你赚钱 健康保险公司帮你赚钱 天方夜谈 赚的要退 赔的是你的 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把钱捐出去算 起码就减低你的这个收入了 对吧 捐到类似的机构去 没错 没错 而且真的还有很多人说 我干嘛要agent agent帮我申请他一定要赚我钱 对不对 错啊 agent是专业 对 因为你买保险 上网买 跟你今天找个agent帮你服务 请问有没有价差 一毛价差没有 而且甚至于我在这边公开的讲 我们去帮真的中低收入白卡的人申请保险的时候 我们政府可以给我们多少手续费 会不会给我们commission 答案是零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个king 他一天申请了七个这样子的人 他告诉我说 我今天好忙 我申请了七个白卡 我说零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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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等于是多少 还是个零 but anyway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讨论太多 白卡你叫他过来了 对 我们很开心的 所以说现在你真的去买保险的时候 还要注意一样东西 到底这个公司安全性是不是可靠的 以前有一个人跟你要你的social exchange 还要你的护照 还要你什么规划 这个什么时候规划美国人的 总统这些东西 请问你会不会很保护你自己的快点 会保护 万一你这东西share给别人呢 万一别人拿来做别的用途 或者是他的potation不够 被hacker进去他的电脑 请问这个东西 就是牵涉当中隐私问题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白卡 你真的有一点钱 你不要申请白卡 你宁愿申请Calfa California 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生活有困难 申请白卡 好 我认为你最好 还是找一些非盈利的机构去办 我并不是抢他们生意 保险公司不会说实话 对他们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 经济好处没有 而且你白卡张来你的什么身份 或者你是什么状况 出现状况的时候 你找谁 你找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不会怎么处理 他们不是做社区服务的那块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些的 白卡的那种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那个东西根本已经超过 我们服务的范围了 因为你们不是做社区服务的嘛 对 然后那个东西是跟 所谓Department Social Service 然后那些人不会跟我们 这个contact 所以我们只能把你的资料 送到他那边 完全就他那边来服务了 所以真的是需要找白卡的人 那一位社区服务中心 像脚身这种来问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 我晓得观众朋友里面 是来自台湾的 那么在台湾买了这个全民健保 那我 他们觉得你医生少没关系 我回台湾去医啊 这个是不是也有些问题 对 而且呢在美国就这样子 因为我有台 就是说海外有健康保险 我在美国就不要买了 有这种想法 答案是对的 他就不罚你了 可是呢 这也是我跟会计师工会的 这些会计师 多接触以后 这些人笑了 他说 那是真的是 这些人不报 或者是他就报了 说他在海外 有健康保险 他那个时候 才创造了我们会计师的财富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这个话成说 他说 请问这些人在海外有健康保险 等到哪一天美国国税局 有时间的时候 他问 你在海外有健康保险 我这边不罚你 很好啊 可是请问你 你有健康保险 你怎么付钱的 要开账户 对 那你如果说 你有每个月要付保费 你付保费的话 一定海外有账户 你在这个财产揭露的时候 有没有说你海外有存款 有没有 如果说这些东西 你超过一万块 你没揭露 那问题就来了 那不是 那个时候会计师就有生意了 因为国税局查你了 一查你的时候 那时候会计师 那个时候才能赚钱 就是在这方面提醒所有的人 你如果说心想说 海外有健康保险 然后在这边不买了 然后用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先揭露你的财产 否则的话 所以还是买便宜的 好 时间的关系 我各给两位 20秒时间结论 我们在这里是打开门 帮助中低收入的人 你可以过来我们帮助你 如果你的钱很多的话 你可以找别的地方 目前来讲这个计划已经推行了 已经不是我们批评争论的时间 问题是对我们怎么样的选择最为适合 好 非常谢谢 现在买健康保险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路 你可以买团体健康保险 可以买个人健康保险 可以用申请政府补助 也可以没有补助的 很多种方式 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是对你最有利的 而且如果说你今天 你的特殊的要求 比方说你有很多医生 或很多医院 你想要去用的 跟今天你买了某些保险 它这些的福利 这种权利都没有的话 所以说这种东西 不像你想象中的 只是买保险 那么的单纯 所以说需要找专业的agent 而且这些agent 必须要刚刚是 经过政府认证的 才能够把你的身家性命 所有的data交给他 你才能放心 是 非常感谢 那么虽然买健康保 在11月上路以后 有一些状况 但是我们一定是希望 看到这些问题解决以后 它能够继续的造福 全美国的居民还有公民 今天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非常谢谢两位嘉宾 今天跟我们分析 这么多重要的资讯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